请问洛昌医师 人家说断食是对一个身体免疫非常好的方式 那到底断食是怎么样才会正确有效的方式 又该如何实行 现在大家都在讲了168的断食 然后就是这些在国外做很大很大的研究 其实断食这个东西在印度教里面 在回教里面 其实在佛教里面是已经两三千年 在东方是非常之久了 像佛陀释迦摩尼佛出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摘戒约 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讲 意思是说佛教常常在体藏的就是过无不死 意思是说我们在 为什么过无不死 就是说在中观里面在讲就是middle part一样 就是不要过之不及 就是在中间的概念 就是吃东西是为了生存 吃东西不是为了长肥肉 吃东西为了不是说愉悦感 然后就是越长越肉 然后变成高血压糖尿病 不是吃东西都是为了生存 就是要有这个概念 不要偏激哦 就是偏了就不好 过了就不好 就是我们在讲就是佛教里面中观讲的概念 所以意思是说在饮食上面非常提倡这一块 在宗教讲的就是说早餐也不要吃 晚上也不要吃 只吃中午 叫做过无不死 正是2000年就是一直在执行这一块 对身体就是就很好 然后以前当然是没有做过 做过任何的研究啊 但就是说现在慢慢国外做很大量的研究的时候 其实断食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启动 另外一个我们在断食的过程当中 它身体会里面产生一个autophagic 意思是致死细胞 致死细胞可能细胞再利用 意思是说我们有些脂肪堆积在血管里面 有些脂肪堆积在肚子里面 肚子肥胖 有些脂肪堆积在肛脏里面叫做脂肪肛 有些脂肪堆在不该堆积的地方 要再利用的时候 我们再用的时候就是要燃烧这地方 所以意思是说自由基也好 就是脂肪也好 不需要东西我们要再利用的概念 是从断食开始来的 所以就是说要把血管里面的脂肪要去掉 血管不会阻塞 肝脏里面的脂肪就是用掉 透过断食的时候 透过运动的时候 用掉时就不会变成脂肪肝 会来变成重度脂肪肝变肝硬化 心脏血管钙化 一些心肌梗塞 脑中风 这些所有的代谢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断食有用是在医学上面的 已经科学证据是非常非常之多 但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怎么断食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就是以前从大学 我以前在印度念书的时候 也是有时候会过无不死 有时就是比方说有些 有些就是佛教的仪式 当然是就是晚上不吃东西 特别是就是佛教的一些重要节日时 我们是晚上是不吃的 就是断食 然后后来我在医学院的时候 学校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只吃中午晚上不吃 所以这个断食经验就很多 现在就比较忙碌的时候 我都是大部分我自己的时间里面 只有吃晚上 中午早上都不吃 以前还有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我一个月可能执行两天不吃东西 这个执行的方法就是 第一天不要吃东西 第二天不要吃东西 就是前一天 比方说今天晚上吃了以后 隔天早上开始 就是第一天不要吃东西 第二天不要吃东西 第三天只吃午餐 第四天只吃午餐 第五天吃两餐 早餐跟午餐 第六天开始正常吃 这样子 就是通常我自己的做法 所以这样做的时候 身体非常轻松 有时候胃不舒服或是压力大 这个都是很快的解决 但就是说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 或是有些疾病的问题 像癌症的病人 可不可以断食 还是要 就是比方说真正要 咨询过专业的医生以后 才能确定 所以我自己的方法是这样做 然后另外一个 现在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像阿拉伯这些国家 就回教国家的 得癌症的 就是每死万个人当中 不超过一百个 就是九十几个 他们是全世界发生癌症 最少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跟断食有关系 像台湾 癌症的发生率 是每死万个三百个 就是比别人多三四倍左右 每死万个 就是有三百到四百的 癌症的发生率 所以现在就是国外研究 就是说东欧 回教国家 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灾绝业 灾绝业是连水都不能喝 整天不吃东西 只有晚上吃东西 他们每年都会吃虚 虽然他们就是 喜欢吃甜的 吃甜食 肥胖 糖尿病很多 但癌症的case 全世界是非常 比欧洲 比开发中国 就少很多 所以很多人推理说 这个跟可能 就是跟断食有关系 断食会启动你的免疫系统 启动你的治愈的能力 启动你的奥特法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断食最好的方法是 就是说早上 中午吃 晚上不要吃 就是喝水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是 就是现在是晚上吃 早中不吃 大部分时间 我已经 这个已经 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我几乎 很少感冒 几乎很少有重大的 就是说不舒服 哪些都是 没有 虽然就是有时候 很忙很忙很忙 但就是说 身体的状态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 清楚 所以就是说 断食对身体的好事 我自己亲身经验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断食是非常好的 一个方法 如果你做到 一直执行下去 身体越来越轻松 身体越来越好 你的治愈能力 会变成越好 免疫系统变成更好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